大家好 我是何婷 我是一位生物学博士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是癌症 在2015年 我作为联合创始人成立了这家公司 疫苗神州医药科技 我们团队仍然专注在 癌症治疗的新技术的研发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一些关于癌症的知识 和一些新技术研发的最新的前沿的信息 今天我们希望能从科普的角度 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来向大家分享关于癌症 这样的一个非常难治的疾病相关的知识 其实严格来讲 在医学上 癌症并没有治愈 这样的一个定义 因为治愈癌症代表着 癌症永远都不会复发 这个疾病彻底消失 但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还没有非常好的技术 能够检测这个患者在治疗成功以后 他的癌细胞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复发 所以治愈其实 它严格来讲不是一个医学的概念 但是通常来讲 如果一个癌症患者治疗有效以后 癌细胞完全消失了 五年都没有复发 我们可以认为它基本相当于治愈了 去年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 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 这个药物的背景是 它用于治疗白血病 并且我们在电影中可以看到 它治疗白血病的疗效是非常好的 虽然经过艺术的加工 但这部影片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在这个白血病这个疾病上呢 我们现代医学其实跟它斗争了很多很多年 从最早的化疗的药物到骨髓移植 到今天白血病其实是这个癌症里面 我们治的已经相对疗效比较好的一个疾病了 格列卫的发明毫无疑问是 白血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药呢 它的化学名叫甲黄酸伊玛蒂尼 我们在这个屏幕的右侧看到的这个化学室 就是这个格列卫 它在化学世界中所长的样子 它是一个小分子的药物 它在2001年就已经在美国上市 之后呢 就是很快就获得了非常大的市场上成功 因为它真的把慢性利细胞 这样一个类型的白血病治疗得非常非常的好 它具体被获准应用的这个白血病的种类呢 叫肺成染色体阳性的慢性随系白血病 它的疗效到底有多好呢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 可能这个很多的患者用了这个药以后 就可以长期的甚至是健康的生活下去 我们用一组数字来看 它的疗效呢 是将这种疾病的完全细胞学环节 从8%提高到了70% 5年生存率从30%提高到了80% 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5年生存率30% 其实就代表了一个比较难治的疾病了 今天在中国 我们国内所有的肿瘤的综合的5年生存率是40% 但是在2001年 他们在美国研发出来的这个新药 就已经把这一类型的疾病呢 5年生存率提高了80% 可以说是对这种曾经是一种绝症的一个疾病 带来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 这也是格列卫真正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逻辑所在 我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疾病我们提到了 它是一个治疗沸腾染色体阳性的白血病 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沸腾这个地方一次 其实它跟白血病的这个治疗的新技术研发 一直有非常深的渊源 格列卫第一年上市以后 稍售额就达到了这个一个多亿美元 它在12年达到了47亿美元 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是世界上销售和治疗效果最好的肿瘤药物 从肺肾染色体的发现 到最终格列卫的这个上市呢 经历了40多年的时间 这个很长的这段时间以来 有非常多的这个癌症患者 他们不断地被确诊为 这样类型的慢性白血病 最终可能死于疾病的进展 没有接受到有效的治疗 但是大家相信我 这个其实在从事格列卫研发的 这些科学家真的都非常非常努力 经历了可能不止一代人的这个奋斗 但是一个成功的种类药物的研发 确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即使是格列卫这么成功的药物 其实在90年代 他也曾经面临过这个被放弃的可能 因为当时其实有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个药物 格列卫成功除了他的疗效非常好 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意义 就是他是我们人类这个新药研发上 可能是第一个精准靶相设计的药物 在这个时代之前呢 过去的药物呢是试错 可能就是中国古时候有神农长白草 我们并不知道这某种配方 或者某一种药物的原料 它能治疗什么病有什么作用 那就不停地试 最后可能试出来 它确实能治疗某一种疾病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但它效率是很低的 同时对一些特别难治的疾病 有可能并不能是一个很好的研发的方法 同时也有一些药物呢 是通过这个一些科学上的偶然事件 小概率的事件发现的 比如说青霉素的发现 还有一些比如说X射线 这个是一种医学检测的技术 都是偶然的情况下 科学家发现它可能有这个作用 但是格列卫从这个发明的一开始 它就是从这个疾病本身出发的 它不是说我有一个药 研究一下它能治什么病 而是我们知道 这个有这么一个类型的白血病 它会出现费尘染色体 这么一个特殊的染色体的突变 那我们是否能研究一种药物 来专门针对性的这个抑制费尘染色体呢 基于这个假设 最终有这么一群科学家 他们真的从这个疾病本身出发 最终发现了一个能够准确的 很好的治疗这个疾病的药物 这也就是我们靶相治疗的药物的 这么一个里程碑时代的这么一个开始 这是它真正的在这个 整个药物研发案里面的这个巨大的意义 在格列卫之后呢 又有更多的这个一代二代的 不同的这个靶相药物被研发出来 治疗越来越多的疾病 那格列卫的研发团队呢 也在2009年获得了拉斯卡奖 拉斯卡号称是这个医学中的诺贝尔 它也是诺贝尔奖的一个风向标 很多拉斯卡奖的得主 后来都得过这个诺贝尔的医学奖 它在2009年获奖 很巧合的是 2009年的另一位拉斯卡奖的得主 山中深迷在2012年得了 真的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那白雪冰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它这个另一个名的呢 叫血癌 这个也是癌症的一种 它是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 这个一种癌症 这里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 叫恶性克隆性疾病 大家可以理解为 就是不受控制的恶性增值 造血干细胞不受控制的恶性增值 可以想象 因为造血干细胞是我们人类 这个平常生活中也很重要的 我们从小到大都一直需要 不停的这个持续的造血 如果这群细胞出现了 这个恶性的转变 那其实对整个人的这个生存 会有特别巨大的影响 这也曾经是一种 特别特别难治的肿瘤 随着这种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增值 它会到人体内的 除了造血部位以外 其他的各个器官 造成各种各样的症状 咱们国家呢 每年大概有八万人左右 会被确诊为白血病 同时大概会有五万人 死于白血病 这个数字 其实还是蛮惊人的 白血病在咱们国家的 所有的不同类型的肿瘤里面呢 它是排在前十位的 它的这个死亡率和发病率 但是它不是 这个死亡和发病最高的 那几个肿瘤之一 但是也是一个相当不可忽视的一种肿瘤 格力胃是一个很好的药 白血病呢也很难治 但是格力胃也并没有做到 真正的这个治愈白血病 彻底解决白血病这个问题 首先呢 格力胃是需要终身服药的 这个我们希望未来的癌症药物 是能够这个 不仅有效地消除癌症 同时呢能够在有限的治疗时间内 甚至只有一次治疗 就可能彻底清除癌细胞 但格力胃其实给患者带来的是 这个可能一旦用起来以后 就不能摆脱这个药物 这也是一个长期用药的负担 其次呢 白血病有很多种 除了这个急性和慢性以外呢 还分为M0到M7 各种不同的这个随系来源的白血病 以及B级磷 T级磷等等 白血病只能治疗其中的 这个一部分 这个肺成染色体阳性的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这是白血病里面的一种 但是它并不代表全部 尤其是急性的白血病 仍然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当然科学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 新技术的研发呢 一直在前进 在格列位上市的前后呢 还有另一项技术 也得到了非常多的科学家的关注 并且最终成为了新一代的 白血病治疗的药物 这类技术的名字呢 它的缩写叫Carty 我后面会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Carty 我们先看一下Carty 它是怎么进入公众的世界 是怎么成功地应用到 白血病的治疗的 有一位小姑娘叫 Emily Whitehead 她是美国甚至有可能是 全球最著名的一个 急性白血病患者 她也是第一个 接受Carty这个技术治疗的 急性的儿童白血病患者 她在2010年呢 被确诊患有白血病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在2012年 也就是两年以后 经历了很多次化疗以后 她的疾病呢 还是复发了 而她所患的这种 急性的儿童白血病 正好是这个格列位 这个没有效果的 也在当时的世界上 也没有任何一种 有效的其他的 这个治疗方案的一种药物 所以她其实是 她和她的整个家庭 都是非常绝望的 这个左下角这句话呢 是她父亲 叫Tom告诉她的 她的父亲说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哪怕是要到北极 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 我们也一定会去 这是这个儿童白血病 和成人白血病所不同的 它带来的往往不是 患者一个人的负担和压力 而甚至可能是 对整个家庭的 这个毁灭和打击 在这样绝望的情况下呢 他们仍然怀出来的希望 并且接受了当时 还是非常非常前沿 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 这么一个新技术 叫Carty的这个技术的治疗 在2012年治疗以后呢 Emily这位小姑娘 到今天已经 继续生活了七年 而这七年呢 她是以一个 健康人的状态在生活的 我们最右边这个图呢 就是Emily在 治疗后第五年 也就是2017年拍的照片 可以看到她已经成长为一个 健康活泼的一个小孩子 Emily的成功治疗 不仅给这个全球的这个医学界 带来了这个急性白血病治疗的希望 同时也真正地让人 让更多的科学家看到 Carty这样一项新的技术 很有可能会成为 癌症治疗的未来 因为Emily只接受过一次治疗 她在存活的这七年里面 没有接受新的治疗 就已经彻底地摆脱了 这个她体内曾经有的 这个癌细胞的困扰 Emily作为这个 新一代的癌症治疗技术 作为精准医学 最成功的这个典范之一 她在美国也接受过 这个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的接见 在奥巴马宣布 这个精准医学计划的时候呢 她把Emily这个小姑娘 请到了白宫 跟她一起宣布这个精准医学 精准医学计划也是 在最近这十年里面 极大的推动了 这个美国甚至全球的 这个新一代的这个 癌症诊断和检测技术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划 今天很多从美国到中国 很多患者我可能觉得 也许都直接或者间接地 受益于曾经他们 做出的这么一个 非常有前瞻性的计划 很有意思的是 Emily被请到白宫的时候 她问奥巴马 我今天没去上学 不知道能不能请你 帮我跟老师请个假 奥巴马就给她写了 这么一个假条 Emily今天来我这儿见我了 还签了一个字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将来 用这个帮助她保送到一个 比较好的学校 Emily患的这个是儿童恶性肿瘤 这个儿童的白血病 在儿童恶性肿瘤里面呢 白血病是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一的疾病 也就是说对儿童来讲 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恶性肿瘤 在这个卡尼基础出现之前呢 儿童肿瘤一直都是非常棘手的 具体来讲呢 Emily患的这个疾病呢 叫复发难治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它不仅是一种这个急性白血病 而且还是一种复发难治的 可以说是在最晚期的 最恶性的一种急性白血病 这种白血病呢 从来没有被我们 现代医学的任何一项技术和药品攻克过 所以毫无疑问 当时Emily的情况呢 也是非常的绝望 这个治白血病是很难的 治疗急性白血病呢 是难上加难 治疗这种复发难治 急性白血病 可能是比登天还难那件事情 那我们用一组数字来看一下 它到底有多难 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是不到六个月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如果有一百个患者 其中可能只有五十个患者 能活过六个月 这个一半的患者会在六个月之内死亡 事实上在我们开始 这个急性白血病的研究以后 我们真的看到 有一些这个等待治疗的患者 在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个入阻过程中 在等待这个药物的过程中 就会出现这个病危甚至死亡的情况 因为这类白血病的 这个进展真的是非常的快 这样的白血病 它的五年生存率是不到百分之十 我前面说过 这个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也就是隔离胃治疗那个疾病呢 有隔离胃之前 它就已经有超过30%的五年生存率 隔离胃把它提高了80% 中国的肺癌的五年生存率呢 有20%左右 而肺癌已经是大家认为一个 特别难治进展很快的一个癌症了 但是复发难治急性 黎巴细胞白病呢 它的五年生存率只有不到10% 是极其恶性的一种血液肿瘤 同时大家所熟知的 能够很有效地治疗白血病的 骨髓移植这样的方法 也几乎不适用于这样类型的白病 一旦达到复发难治状态的白病 几乎患者都很难接受骨髓移植 同时如果强行进行骨髓移植的话 疗效也是比较差的 这么难治的一种血液肿瘤 那Carty是怎么一步一步地研发出来 并最终把它进行有效的治疗 这里面特别关键的一个人 就是屏幕上的这位Cartron教授 他来自费城 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费城的儿童医院 我们在国内也有一些朋友 把他的名字翻译成六爷 因为他的名字 诸文正好是英文六月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好 因为他确实把白血病治得很溜 而且Carty这个新技术的研发做得也非常溜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他们领导了全球最前沿的Carty技术的研发 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Carty这个技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 算到到今天可能也将近30年的 从技术研究到转化医学的研究的一个过程 在2006年新一代的Carty技术进入了临床 2012年他们成功地治疗了Emily这位小朋友 在2014年诺华就已经公布了一个早期的Carty的临床研究的数据 也是基于这样的数据 当时我和我的团队 我们选择了离开基础研究 并且走上了Carty这项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这条道路 2017年美国FDA批准了诺华的Carty药物的上市的申请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Carty药物 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基因细胞药物 也是第一个能够有效地治疗 晚期的恶性的急性白血病这样的药物 那么什么是Carty呢 它的全名叫Carty Antigen Receptor T-Cell 前面三个单词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 没关系大家记住这个缩写就行了 它的缩写是CAR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Carty有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CAR 一部分是T细胞 T我先说一下这个T它比较好理解 这个T细胞呢就是人体免疫细胞的一种 它属于白细胞 大家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查这一项白细胞 白细胞的身高呢通常代表着这个可能感染细菌病毒 等等的这个免疫系统被激活了 T细胞在体内我们正常的工作呢 就是它相关于人体内的警察或者军队 它负责清除我们体内不好的东西 我们的坏人 或者说是坏的细胞 那当然T细胞呢 它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在癌细胞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呢 它们有一个很好的很聪明的一个办法 去躲避T细胞 对它们的识别和杀伤 就相当于这是一群很精明很狡猾的坏人 它们能躲避这个 我们这个好人军队对这个坏人的这个清除的功能 所以这个凯利这个技术很聪明一点呢 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卡 这是一个人工嵌合的基因 它全名就是前面那一串英文 这个人工嵌合的基因有什么功能呢 它一旦被成功地导入到T细胞里面 它就能够帮助T细胞准确地识别 我们所需要它识别的这种癌细胞 也就是说这个技术跟以往很多这个癌症治疗技术 或者药物所有根本区别的一点呢 在于它不是去削弱敌人 它是去强化我们的军队 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研究 我们发现想要通过一种药物 一次性地彻底杀死癌细胞 这个事情非常难 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完成 总是会有癌细胞剩余 可能就要不停地服用药物 不停地来杀伤癌细胞 最终呢 癌细胞反而被锻炼得越来越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很恶性的一个循环 但是在Karty这个技术本质上呢 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去削弱癌细胞 而是我们去加强我们人体自身的T细胞 我们去强化我们的军队 让我们的军队具有更好的去识别癌细胞能力 让它们不会再比癌细胞迷惑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 Karty是真正的实现了单次治疗 就有可能彻底清除癌细胞 这样的非常惊人的疗效 我们也在临床中不断地看到了这样的奇迹 在很多的患者身上发生 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片 这个图片上特别邪恶的巨大的这个呢 就是代表着癌细胞 T细胞其实真的在形态上比癌细胞小很多 但是它一旦装上了我们的这样的这个叫Kart的这个新的武器以后呢 它们就能够很有效地去杀死癌细胞 甚至有可能真正的清除和这个治疗好这个疾病 那这个图呢 这个打了一个比方 可能不是非常的恰当啊 但是这个 它这个意思是代表着这个化疗药和Karty这样的基因细胞药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的这个药物 它们的激励 它们的作用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 在化疗药物的时代呢 这个药物进到体内 患者会经历非常这个严重的打击 不光是癌细胞 也包括人体正常的免疫细胞和其他的这个 有正常功能细胞都会受到非常巨大的这个摧毁 化疗后患者会掉头发 消化道会出血等等等等 那这个情况下我们不仅把坏人削弱了 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军队给削弱了 但是在Karty这个时代呢 我们可能每一个T细胞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精英的 能够清除坏人的一个单位 那我们把一大堆的这个钢铁侠输入到体内 大家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能够非常精准的 并且持续性的打击癌细胞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由于就是它这个药物的这个设计和机理呢 和以往的任何一种药物都不同 它的这个治疗过程呢 也有一些区别 在Karty治疗过程中呢 当然患者仍然是住在医院里面 但是这个我们呢 需要先采集患者的血液 我们从患者的血液中 提取出它的免疫T细胞 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工厂里面呢 用这个基因工程的方法去改造它的免疫T细胞 让把这个T细胞加上Kart 变成了Karty细胞 这样成功制备的Karty细胞呢 我们再把它运输到医院 患者最终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实它实际的这个输注这个药物的时间呢 大概就十几分钟 我们最终药物的成品呢 是一袋大概这么大的一袋 一个小的数据袋 里面装的是这个一袋液体 通过境外注射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给到患者 然后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呢 可能通常都会在一个月左右出院 我们最快会观察到十天左右 这个Karty把癌细胞完全清除 那Karty的疗效 前面介绍了这个Emily这个小姑娘 其实我们今天在国内呢 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患者 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一项新的技术 我们疫苗神舟团队呢 我们也在这个 这两年开展了 这项新技术 用于白血病治疗的研究 屏幕上的这位小朋友呢 他也是一位复发难治 极性淋漫细胞白病患者 可能在他患病的时候呢 家里也是非常绝望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独生子 他是六岁的时候被确诊为癌症 确诊为这种癌症 可能那时候他和他的家人并不清楚 在美国有一个 比他大不了多少的一个小姑娘 也跟他患着同样的疾病 他们得到了非常成功的 这个Karty治疗的 这个技术的这个治疗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在国内的小朋友 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 在并不是很晚宜 他们的时候也得到同样有效的治疗 这位小朋友在155年的时候呢 这个被确诊 16年他很幸运地接受了骨髓移植 这也是我们目前 骨髓移植是之前对白血病治疗 最有效的技术之一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2017年 移植一年以后呢 他的疾病再次复发了 对于急性白病患者来说 如果骨髓移植失败复发的话呢 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了 当时马上他和他的整个家庭 都陷入了这样的绝望 并且在疾病复发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骨髓中的癌细胞达到了78% 有时候他骨髓里面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已经是变成了这个癌细胞 失去了正常的这个造血功能 他的这个病情急剧恶化 非常的危险 在这个时候呢 他加入了我们的这个Carty治疗的研究 在治疗一个月以后 到这个一直到这个今天 他治疗已经过去两年了 他仍然保持健康 我们看他的癌细胞完全消失 在这个治疗后第14天 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能够 这个重返校园的一个健康 读书和成长的小朋友 我们也期待他在未来 能够继续健康地长大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 攻克癌症的希望呢 已经越来越大了 并且我国的生物药技术 越来越强大 20年前 隔离位在国外能够救命 但是在国内 我们的患者不能及时地用到 同时可能也用不起 今天在Carty这样的一个 新一代的技术之下呢 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 我们国内的这个Carty产品 虽然还未上市 但是已经有一些患者 能够加入临床实验 并且接受有效的治疗 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 让越来越多的国内的患者 得到这样全球顶尖的技术 并且能够获得比海外更低的费用 当然这个我们谈到对白血病的治疗的疗效呢 单单一个患者是远远不够的 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实验里面呢 已经入组了这个66位复发难治的 急性里巴细胞白血病的患者 他们从2岁到61岁 跨越了非常大的这个年龄段 最长的患者呢 有长达8年的病史 76%的患者经历过 10轮和以上的这个化疗 复发难治的患者通常都经历过 特别漫长的这个治疗的过程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呢 它是白血病融合基因的阳性 这说明他们是特别难治的一群患者 同时还有三位患者 包括刚才的那位小朋友 是曾经接受过骨髓移植后 再次复发的这样的最末期的患者 这66位患者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治的 一群白血病患者之一 但是在这样的患者身上呢 我们实现了一个超过90%的有效率 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有94%的患者 他们的癌细胞完全消失 并且在这个独立的临床研究中呢 我们发现 我们的这个代号VIM19的这样的卡体 比诺华的已经上市的这个产品 他们曾经临床实验的数据呢 要更好 我们大概把他的这个疗效 这个比他们要高10个百分点左右 诺华的这个新药呢 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上市 他英文叫Kemira 他在美国的售价呢 是47.5万美元 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药物将来进入中国 会是一个比格列味更昂贵 更天文数字的一种治疗方式 但是我们相信 在国内我们有机会 让我们国内患者 同样能够得到这样有效的治疗 但是能够付出一个 比他们低的很多很多的一个费用 除了在这个白血病以外呢 我们还把我们的这个研究扩染到了淋巴癌 在这个淋巴癌里面 我们也同样有很好的这个消息 这是一位这个4期的滤泡性淋巴瘤的患者 他有59岁的高龄 他前面经历过了这个超过十轮的三种不同的化疗方案 其中RTROP是这个全球最好的这个 肺活气筋淋巴瘤的治疗方案 大家可以看到在治疗前呢 左边这张图 他的全身有大面积的这个 多处的这个转移的淋巴瘤的病灶 但是在Karty的治疗一个月以后呢 他的这个全身多处的病灶 几乎完全消失 这位患者到今天也仍然处于这个 完全缓解的状态 我们也在继续对他进行观察 我们相信Karty在这个淋巴瘤的疗效呢 同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除了白血病和淋巴瘤 我们也在其他更多的这个癌症的种类里面 进行探索和研究 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 更快地把这样一项新技术 带入到更多的癌症治疗的领域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癌症治疗的技术的新纪元 我们不仅将站在世界的最前沿 我们也相信能够让更多的癌症患者 走出疾病的阴霾 让药神这样的故事不会再上演 虽然是一名药物研发人员 但是我真心希望癌症患者能够越来越少 我们虽然还没有治愈癌症 但我相信这一天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最后我想感谢每一位患者和家属 你们面对绝症的勇气 追寻希望的执着 对生存的渴望 对新技术的期待 是我们永远前进的动力和责任 我也希望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 你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 在巨大压力前的坚定 不求回报的奉献 是我们与癌症斗争的希望之光 最后也感谢我们的团队 你们是癌症治疗的未来 你们正在改变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